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19年有关Shopify的19个问题五 当然了,这反而意味着我们更要加快脚步 为中国商家提供更多更好更本土的产品 支持和服务,请大家拭目以待 K&L我们最开始使用Shopify 也是因为其出众的口碑 对Shopify以外的建站平台 实操经验并不能算太多 基于身边朋友的评测 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初步体验来看 Shopify叫WordPress和Wix类的纯网站建站工具来说 要相对更适合电商用户 和Magento,Walkommerce类的开源电商系统 相比在使用上又比较轻便 你不需要懂代码,不需要懂服务器 不需要额外的聘请专业的建站技术团队 只需要在Shopify网站上注册账号完成基本设置 就可以很快很轻的开始 之前也听说过其他卖家的经历 觉得Shopify不如自己建站或者开源系统灵活 但是后来发现过多的灵活除了可以让自己的技术团队有事做 其实根本没必要,Shopify合同类型的其他云端建站工具或平台相比 产品体验更棒,更安全 平台的生态系统也更加的完善可靠 还有非常多活跃的服务商和开发者 大家去Google YouTube或者Facebook搜索 可以找到海量的有关Shopify的内容很全面 我们当然也希望Shopify在这些基础之上 可以为中国地区的商家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还有支持 2019年肯定是Shopify年10.Shopify的招商经理怎么联系 那Shopify没有招商经理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 大家可以到Shopify.com sign up自行注册 开始14天免费使用期 非常简便 KL若对Shopify有任何疑问 大家也可以与我们联系 我们是Shopify的官方合作伙伴 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给予大家一定的帮助和解答 我们也可以邀请你进入我们的Shopify讨论群 与更多的Shopify商家们交流学习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联系我们 Lio Life3195 康超 LiMilk2C11 Shopify这个平台安全吗 L针对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 Shopify对自己的安全性与可靠心 你以为好 也不会让我们的用户有任何需要操心的地方 因为是云托管的模式 用户在Shopify上完全不需要 像使用开源系统一样 时刻关注安全漏洞 装补丁做升级 商家通过Shopify创建的网站出厂自配 HTTPSSSL加密 Shopify也通过了国际一级PCI DSS认证 确保平台上的所有在线商店都有最顶级的数据安全防护 此外Shopify平台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 也会为商家提供实时准确的防气炸保护 这都是很多国际一线品牌非常信任 Shopify的重要理由之一 Cosher profile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No.1了 非常专业 公司实力没得双 从我们的使用经验上看 不论是你的网站内部数据 客户数据 还是个人信息都不必担心有任何问题 更重要的是也不用担心网站被攻击 我以前投放过一个网站 服务器是需要自己购买的 有一次被竞争对手位移攻击导致网站瘫痪两个多星期 幸好那时候每天投放的广告费不是太多 只有两千多人民币发现网站被攻击打不开的时候 已经白白的烧了我一千多块钱 请技术解决问题来来回回又花了两周多的时间成本 后来才知道其实只要是别人想攻击你 没有完善的技术团队做后盾是很难预防的 但是用Shopify我们卖家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 如果有人想要攻击你的网站 那么他得先把整个Shopify的平台干掉 这个对于Shopify这样体量的公司来说 基本是天方夜谈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我们还在坚持 用Shopify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2.Shopify的模板可以修改吗 L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通过模板编辑功能 非常灵活的修改 不需要任何技术背景 如果有一定的技术支持 可以通过模板代码直接进行深度编辑 甚至可以尝试开发属于自己的定制模板 如果商家所使用的模板是Shopify官方提供的 也就是Shopify模板商店里的免费模板 我们可以为商家提供一小时的免费模板定制服务 大家联系Shopify客服提出需求即可 若对任何付费模板有定制需求 也就是模板商店里由第三方开发者提供的模板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 我们帮您与第三方开发者对接 Shopify提供的模板 选择自身质量就非常高了 我自己一般对模板进行修改 只是进行A、B测试 例如把i2card按钮设置成蓝色还是灰色 我可能会做稍微的调整 意思就是说修改模板之前一定要想好 我为什么要修改 没有数据做支撑或者十足的把握 也不是很建议去做太多的工作 因为可能修改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一定别陷入为了修改而修改的无底洞 如果一定要自行修改模板的话的 要懂得一定的HTMLCSS 包括Shopify的模板编辑里面 Liquid 你也可以找合适的 有经验的Shopify服务商来帮你操作 ��座 时间 终于